各位小股民们不晓得您去年口袋有没有赚宝宝呢 因为根据证交所统计去年台股是涨了26.8% 位居全亚洲第二 而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开盘日 早盘表现开高震荡 受惠圆月行情2号开盘来到17939点 但随后下挫盘整最低来到17816点 年前火热热的AI个股表现稍微疲软 技嘉一度下跌超过7% 低点来到246块 光达英叶达也下挫超过3% 而近期日本石川发生大地震 虽然距离台积电雄本场还有段距离 但投资人担心是否会连带受到影响 并没有影响 像现在台积电下跌的幅度只有0.3%下跌2块钱 这个幅度其实是相当小的 而日本股市目前展开了元旦假期将在1月4号重新开盘 不排除地震因素会造成股价震荡 不过分析师认为因为目前产业界没有传出严重灾情 推估震荡的幅度有限 至于现在还有吵得沸沸扬扬的红海危机 带动运价飙涨也让航运三雄2号开盘表现亮眼 早盘涨幅一度冲破5%到6 目前来看的话运价可能有机会维持高档到农历年前 短线会支撑货柜运价的一个指数 以及相关个股的表现 但是中长期就不一定是如此了 2024元月是否能持续长进趋势 专家就推估元月行情闲下再上 可能在选后热钱引进发酵 其中又以AIPC AI手机还有面板族群值得关注 体育新闻树那米节台北创告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